七之共的第四知识 随喜功德 对峙的是极度心 对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菩萨所有的功德昔皆随喜 讲到三世诸佛 大家要知道 这包括五类友情 六道众生 声闻 圆觉 如来和菩萨 也就是十方一切诸众生 二乘有学及无学 一切如来与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喜 五类友情所有功德具体来讲 包括一切六道众生 布施 持戒 忍辱 禅定等的功德 一切生闻圆觉 次第修行 正果的功德 一切如来从初发心到修食波罗密多 正入实地直至成佛的功德 一切菩萨从初发心到实地之间的功德 这种随喜 横遍数穷 平等广大 没有局限 没有取舍的偏执 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随喜方式 现在的人极度心重 整个社会环境也鼓励攀比 竞争 几岁的小朋友就知道自在毁他 然而 极度所消耗的能量远远超过随喜 强烈的极度心带给人压力和不安 精神总是处于过度用力的状态 这样活着很累 少有安宁快乐的时候 人们想追求幸福 但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幸福 做出的很多事 实际上都是在无谓地消耗自己的善根和精力 一方面直接造成现在的生活质量不高 因为心态不好 外在的物质条件再好 也显有安乐可言 另一方面 身口意造作的恶业 使整个生命的相续呈下舵的趋势 《棱严经》等经典中详细讲到 何种身心行为导致何种生命形态 我们对比一下自己平常所为 就该知道 自己在六道中是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如果不借助佛的愿力和慈悲 很明显 绝大多数众生的身与异业都是下舵 我们学佛就是学习改变自己 无始以来最为习惯的那些思想和行为模式 为什么要改变呢 因为正是这些想法和行为 使我们困于轮回 持续感受苦恼 若没有佛陀开示 我们颠倒轮转而不自知 苦而不明白其原因 佛经中有很多都是讲 佛菩萨从初发心到正果之间 旷世精勤修行的功德的 我们不要把这些内容 当作一般的传奇故事匆匆看过 不要觉得佛菩萨发愿也好 苦行也好 跟自己都没有太大关系 又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凡事只关注自己 只关注眼前 总是以这样的心去看待事物 去做事 生活的路会越走越窄 心越来越枯涩 读一读佛菩萨的事迹 看到他们的心量是多么开阔广大 我们会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福报会这样小 如果能心怀心乐地 去了解佛菩萨曾发下怎样的大愿 是怎样修行的 成就了怎样的功德事业 心里因此而充满了欢喜和感动 这样的随喜能帮助显发我们内在的佛性 随喜功德还包括随喜一切生文圆绝的功德 这一点自认为学大成的人要特别注意 虽然生元成在发心和究竟见地上存在局限 但生元成修行人在解脱之路上 所行一切善法功德是值得随喜赞叹的 发出离心 少欲知足 勤修界定会 直至辅断生死根源 不要一说自己是学大成的就瞧不起生元成 不知天高地厚 仿佛生元成学的不是佛法 或者不敢随喜二成的功德 害怕一随喜 自己也就成了自私自利的小跟小气 其实不用担心 对于初学者 大小成的区别不在别的 只在发心 阿底霞尊者说 大小成已发心别 正是为了遣除初学者心中的疑惑 只要发心症 发的是菩提心 就没有偏离大成 原的就是无上正等觉的佛果 释迦牟尼佛为接引不同根基 而宣演八万四千法门 有情随学任何一个法门所付出的努力 积累的功德 都值得随喜赞叹 二成圣者部分或全部断除了烦恼 巨大功德 堪为众生福田 我们常常说 随喜三世诸佛的功德 又说 愿一切众生息皆成佛 然而落实到行动中 却总是忘记 众生将来都是要成佛的 或者说 众生即是未来佛 所以 随喜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文书菩萨等佛菩萨的功德 似乎比较容易做到 很少有人会嫉妒佛菩萨的 而随喜六道众生 布施 持戒等功德 却比较难 别人做得比自己好 比自己精进 比自己慷慨大方 理解佛法 比自己深入 就会觉得不舒服 即使表面上不表现出来 心里也会想 其实 它也没什么了不起 根本没那么好 这样做实在很不聪明 你的极度损害不到别人 只会损害自己的善根 而如果真心实意随喜的话 你本来可以得到对方的功德 随喜一种善 能显发自心同类的善根 佛法的善巧方便 使积累资粮变得多么容易 只要一念随喜 就能积累无量功德 七支共的第五支是 请转法轮 对质的是鱼吃 智诚其请诸佛菩萨 包括在世的善知识 转法轮 开始正法 当年释迦牟尼佛成道后 四十九天内不曾讲法 因为佛法深奥 众生难解难信 有些众生 还可能因不理解 而对佛法生邪见 断善根 所以 佛陀为悲悯这些众生 而没有讲法 后来 梵天 地势天 以千伏金轮 白色右悬海螺 供养佛陀 殷勤其请佛陀转法轮 因为这个缘起 佛陀依所化众生的戒性 根基 义乐 开始相应的法门 与其他修法一样 请转法轮时 也要以菩提心设持 为了一切友情的利益 其请诸佛菩萨 广设方便 教化群生 这样广大的劝请为缘起 能令一切友情 接触到佛法的光明 获得真实利益 同时 我们自己也会获得 利益每一个众生的福德 并且因为请转法轮 我们此后生生世世 都不会生在 没有佛法的地方 许多佛经的开头 都记载着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其请佛陀 开始正法 佛陀总是先赞叹 其请者 悲悯众生 故发思问 功德不可思议 如何不可思议 法华经上讲 大通至圣如来成佛后 有十六位王子 其请佛转法轮 由此请法的因缘 无量众生得到度化 十六位王子 也因为请转法轮的功德 后来相继成佛 可见请转法轮 能积累殊胜功德 其果报不可思议 七支贡的第六支是 请佛注释 对质的是斜见 此世界 他世界 一切上师 佛菩萨 完成了力重事业 准备去入涅槃时 我们都要劝请 请祈祷 请圣者 长久注释 饶益众生 有人认为 佛菩萨 是否注释 这样的大事 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意愿 能够决定的 因缘尽了 佛自然就要入灭 因情劝情 又有什么用 其实 诸法 一缘起 请佛注释 便是佛注释的一个缘起 以前 释迦牟尼佛将视线原祭时 居士真达 其请世尊 悲悯众生 留住于世 因此 世尊又注释了几个月 才视线原祭 和居士真达一样 如果我们 祈请上师 大德 长久注释 便会成为圣者 注释历生的缘起 并且请佛注释 也是浅除 自己受障的 甚深要诀 又有人问 如来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佛无生灭 常在世间 为何要劝请注释 的确 佛无生灭 不以劝请而注释 佛于大清净平等中 无情任运 度化有情 根据所化有情的福德 而自然显现 报身 殊胜化身 化身等不同像 比如月当中天 以盆盛水 置于月下 映出月影 月亮没有座椅 要到盆中来 而盆中 自然显现月亮 更进一步讲 净水盆中显现的 月影皎洁 浊水盆中显现的 月影浑浊 若水盆破裂 则不能显现月影 月影不现 错不在月亮 月亮也没有隐没 是水盆出了问题 是水盆出了问题 同样道理 佛无生灭 而众生心有染污 有生灭 众生心清净 佛就现前 众生心不清净 不得见如来 汉帝隋唐年间的智者大师 粤法华经时入定 亲见释迦牟尼佛 还在临山会上讲此经 临山一会尤未散去 此时据通常所记载 佛陀释现元祭的时间 已有一千多年 你说佛陀是注释还是没注释 佛注释或不注释 归根结底说的是 心清静还是不清静 心清静才能请佛注释 心智清明才能常见佛不涅槃 可见请佛注释究竟上讲 是生生唤醒自信佛啊 前面我们说到 请佛注释对质的是邪见 就是因为不唤醒自信 我们便迷失颠倒 于无生灭中望见生灭流转 请佛注释应以菩提心摄持 为了利益众生 而殷勤劝请诸佛菩萨 直至轮回空尽 长久注释 弘法立生 佛菩萨善知识 转法轮 开始正见 能帮助无量众生 觉悟自信 离苦得乐 虽然我们这样齐寝后 佛菩萨还是会随顺因缘 视线缘迹 但是这种广大的劝请 会引发请佛注释 差尘节的善根 心量大 福德就大 最后一支是普吉回向 对峙的是 隐悔 我们行持善法 引发的善根 很容易被称心 遗悔 炫耀和不当的 回向所毁坏 所谓不当的回向 是指心中作意 把功德用于获得 人天福报 希望行持善法的结果是 生命 财富 健康长寿等 得以如愿 或者求来世 享受天上人间的 种种福报 这种回向 当然也是可以实现的 行善 肯定会有善报 经书中记载 供养佛陀几粒豌豆 都能感应 转轮圣王的果报 然而不当的回向 使善根 很快就会耗尽 所以 我们要有广大的回向 过去 现在 未来 礼敬 供养 忏悔 随喜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等 一切善根 都供养诸佛菩萨 回向六道众生 愿所有善根 都成为 原正菩提之音 不求人天福报 二成果位 唯求无上菩提 这样 就像一滴水 融入大海 而永不干解 从现在直至成佛 我们因为 行持善法的功德 而享尽人天福报 善根 也不会枯竭 这里 大概有人会问 既然回向 不求人天福报 为求无上菩提 那为什么 还会享尽 人天福报呢 这其实很好理解 比如烧柴 生火 你的目的是火 不是烟 而在火生起的同时 自然有烟 同样道理 你的目标是一切众生 吸接成佛 而在你为了这个目标 精进修行的过程中 自然会感应福报 无量寿经中讲到 阿弥陀佛在阴地时 无央数捷 积功累得 随其牲畜 在意所欲 无量宝藏 自然发映 教化安利 无数众生 助于 无上正真之道 或为长者居士 豪性尊贵 或为差利国君 转伦圣地 或为六欲天主 乃至梵王 常以四世 供养恭敬 一切诸佛 如是功德 不可称说 口气相结 如幽波罗花 身诸毛孔 出沾檀香 其香 朴熏无量世界 容色端正 像好书庙 其手 尝出无尽之宝 衣服饮食 真妙花香 增盖床帆 庄严之巨 这样的福报 是世人梦寐以求的 但是求不到 为什么 因不对 经中说得明白 无央数捷 无央数捷 积功累得 才有如此 不可思议的福报 没有因 哪来果 身心不正 常怀邪恶 怎能感应 尊贵庄严 无量宝藏 自然发应 两舌 恶口 妄言 其语 身口 又如何尝出 无量妙香 大家去寺庙 看香炉上有 戒定真香的字样 戒律清静 身心寂静 自然会有妙香发应 身上自然是香的 如理如法的回向有两种 三轮无缘的真实回向 和相似的回向 三轮以不失为例 就是不失者 接受不失者 和不失的行为 三轮都依靠各种因缘而显现 都不具恒常固有的性质 当体即空 三轮无缘 是指没有执着三轮的分别念 正悟空性的圣者 才能做到三轮无缘 以现空无别的境界而回向 初学者做不到 三轮清静的真实回向 但可以做到 与之相似的回向 即生起 三轮现而无自性的定解 安住于此定解中而回向 或者更简单易行 但也同样有效的 就是作义 诸佛菩萨如何回向 我义如何回向 把自己微弱的善根 融入诸佛的功德之海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每次放声 共登 行持任何善法结束时 都要念 普贤行愿品 这样即使作为初学者 我们也能有圆满的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